下美国警方证实,孙安佐用子弹1600发。 美国警方搜出孙安佐持有190厘米手枪和超过1600发子弹。 图翻射ABC News,2018403。虽说是开玩笑,但也太吓人了。 狄英和孙鹏儿子孙安佐在美国射击恐攻威胁被捕,宾州上打笔警方在美国时间3日宣布搜出更多证物,指孙安佐不仅持有一把9厘米手枪,还拥有超过1600发子弹,让他们相当惊讶,也自认阻止了一场灾难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上打笔警察透露,孙安佐被捕之后,她的寄宿家庭女主人,就趁警方抵达展开搜索前,先一步进入她的房间,将手枪和大量弹药装盖后带走。 现在他们找到了这个袋子,发现里面有一把9厘米手枪和超过1600发子弹,其中包括425发AK47子弹,295发AR15子弹。 而且这跟先前辩护律师指称,孙安佐持有的只是万圣节装备,根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 让美国警方最惊讶的是,这些都是孙安佐上网购买的子弹,并且自己组合的手枪,他们认为孙安佐财富每8个月,就购买了这些枪弹,因此相当有理由怀疑孙安佐正在计划些什么,他们也认为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。 据悉,孙安佐寄宿家庭的女主人目前没有被起诉,但警方已经对她展开调查,暂时没打算将她送办。 而孙安佐虽然是交换学生,但拥有手枪和弹药并不违法,因此目前她面临的只有恐攻威胁一项罪名指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